孤代的子孫不斷的捧董宗蘇 我們能說董宗蘇錯嗎? 不行 他是非常臭的 董宗蘇向劉策,也就是漢武帝 霸除百家表彰六千 所以他把其他的經典都收起來 只用武家強制 但是他把經典都改了 我們現在看到的禮記 不是古代,不是宗代的禮記 是漢代的武者寫的 我們看到的上書是什麼? 是背出來的 所以同樣一篇禮記裡面的織衣 如果不是上個世紀考古花書 我下一次有機會 我會解釋那個織衣 織衣就是觀古啊,穿著衣服 織衣在墳墓裡面 挖出來的竹簷的織衣 跟筆記的織衣裡面就有非常多的禮花寫謊 是完全不同的 為什麼 近代學者 有一個外國人 以色列人 非常對付學 非常有興趣 然後呢 變成了我們中正大學的教授 然後他最近就在推一個 新的 社會學 這一門其實也叫做 怎麼形成 形成經典有什麼 要素 所以他認為古時候本來是有很多的 先祖傳給子弟們 或後代人的經驗教訓 的技術 那麼 皇帝根據他當時的需要 把他三感修訂 做成這叫做經書 文武百萬要命 因為 董東書就幹這件事 OK 所以 帝王盧數 目的是什麼 要滿足 漢武帝 為什麼因為漢武帝上來的時候 前面 漢代走的就是 黃老 因為 全國太 疲憊了 戰爭當中 戰爭完了以後 有國家 民棍 民棍國窮 所以就 漢老哲學 就是 不要太限制人 讓他 自然的生息 等到自然生息 生息到了 開始國家有錢的時候 漢武帝 當政 他最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匈奴 匈奴 每一年 中國過去 對待匈奴 就是國力不太強的時候 怎麼辦 和親政策 然後呢 匈奴人就 不滿足 每一年到了 快到冬天了 他就要來 搶搶你 打搭你 殺殺你 目的就是要你多共 那 這對漢武帝來講 每一年共去了 我能做什麼 所以漢武帝就想 除掉匈奴 可是要除掉匈奴 第一件事 你要怎麼樣 把全部都動員起來 這就是漢武帝的問題 所以要動員起來 第一個 按照現在的統一學 叫做什麼 鞏固領導中心 對不對 鞏固領導中心 董東叔就是幹這件事 他就是鞏固領導的東西 所以他 創出了一個 天然改名三鋼五 三鋼五常 就是這麼出來 那麼什麼叫做三鋼五常 三鋼就是 均為成鋼 互為子鋼 互為漆鋼 要求 撐子漆 必須絕對服從於均互 2000年來 我們的社會 就是推行這樣的 所以 所以 小孩 有錢沒錢 對不對 從小是不是這樣會教的 小孩有錢沒錢 事大人在講話就有那麼重點 那麼 先生 講事情 太太太就白白的聽了 所以我到國外去的時候 你知道嗎 我們台灣人是很早就變了 你到國外去的時候 我看到那個 韓國人 韓國人到美國留學 你知道韓國人還是非常非常的傳統 在美國那個地方 在美國那個地方 先生到美國念書 媽媽就很安心 就把他的老婆送去 送去幹什麼 事後先生 讓他專心念書 先生出門的時候 韓國人的做法是什麼 先生走前面 太太超過命 在美國那個社會 人家都是 人家都是 韓國人是 男的走前面 女的戰略 就是這個 身入了生活 深入了生活 深入了幾乎變成基因 那所有的武藏就是 仁義理事性 這個當然是一個結束 各位說 這樣也沒有什麼不對啊 這個整個社會就好像有一個 有一個 倫常 有一個 提綱嘛 因為三綱的綱就是提綱嘛 對不對 有一個這個系統 有人做主 三綱 三綱 硬含的就是正義 政治不可能 那看我們現在在玩正義 哪一個不是想要把權力活在成長 所以變成絕對的權力控制 他是三長瑜 那個綱子說你解釋 回綱是什麼 你們如果看 你看我們剛剛講的 剛剛講 孟子說了 孟子又 借了上書就說了 可是你看中庸裡面講 胡倫的排序說 君臣 胡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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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說的是 胡倫君臣 胡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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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去看紀念 你就會看到孟子 你就會看到孟子講的 胡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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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臣 胡倫 君臣是罪惡 三則正則眾物傳 孟子 對他講的 這叫做正性 胡倫 不提什麼 不提兄弟 所以他是正性 不是講到了日常的生活 你看了這個你就可以 恍然大悟 原來董仲書就是在搞正事 控制所有人的生活思想 郭殿除柬 郭殿除柬 郭殿就是地下挖出來的 郭殿大陸有一個郭殿 挖到一個木 裡面挖到非常多的除柬 那是一個 楚國的 貴族的木 然後呢 裡面陪伴很多的除柬 其中有沒有非常多的文章 剛開始的時候 他們給他 學者給他標了一個名字 叫六個 後來現在 很多人都說 六個公民是不對的 應該叫做六位 我把兩個都寫上 當然我們不可能把整個除柬 這篇文章裡面合講 但是我把 跟我們相關的路 報告 他說呢 君臣如意求人道 這個道 要注意不是這個道 是這個道 也就是 當時主柬用的字 是這個道 那個時代 有這個道 有這個道 這個道就是這個道 我們在後面的地方 來解釋 什麼叫做道 道就是氣行 這個道叫做什麼 你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一個人 這就是我們行 對不對 對不對 在甲骨的時候 他這邊還有長的 所以要表示一個十字路口 人走到十字路口要選擇中 所以 人是怎麼行為的意思 所以 人行為的原理 用的是這個道 所以 君子如意求人道 各位 竹節裡面 竹節裡面 第一句話就告訴我們 一件事情 中國過去是 多麼講究心理學 你要人做事 你要知道他怎麼 怎麼會做事 我現在要講的是什麼 古代的中國是非常 我非常重視知識的開發 你怎麼統治的 現在西方的管理學 全部講心理學 對不對 我常常講 我們的文化比西方 早兩千年到三千年 你看著這一句話 另一句話 你就可以感受得到 君子如意 窮人道 這個道就是 忍行為的原理 所以他說 人民生出來一定有什麼 一定有 負責君子 十六位 一二三四五六 人在這個世界上 跑不出這六個位置 然後 這六個位置裡面 有一些 從屬的關係 有率人者 有從人者 有死人者 有死人者 有骄人者 有受人者 死跟死 骄跟受 叫做六子 六個位子 同時代表六個不同的職位 所以既有六位 所以為什麼會叫做六位 以認識六子 六子 即分 以足六格 什麼是六格呢 六格 聖 智 仁 义 忠信 就是 看了以後 你就恍然大悟 董仲書是從這兒來發揮他的身高無常 為什麼 有率人者 有從人 有死人者 有死人 對不對 董仲書把這個概念變成一個強制 你走到政治上去的時候 我們現在的社會 就非常清楚他的錯誤在哪裡 率人者 從人者 有兩種方式啊 一種用權力 所以當你是 軍隊的時候 你可以說 我是一顆星 你是三顆梅花 我用關節壓力 這是 率人從人 但是震撼打仗的時候 散了戰場 一顆星搞不好 把一個絲給滅掉了 被滅掉了 三顆梅花的人搞不好把對方一個絲吃掉了 那個叫做什麼 能力自殺 所以在社會的運作 對不起 能力自殺 什麼時候看得出來 當社會有變動的時候 所以三綱五常 三綱的第一個錯誤就是什麼 強制 強制就是 你沒有一個彈性代理 所以此術所謂的道是 人世界的起回緣 我剛剛有講過 你這個人 你怎麼去做 你是用道去走 用你的專業去走 還是用你的人際關係 講這個很重要 各位想想看 你們自己跟你們的子弟 被你們做到的 我們剛剛一開始就講 你的人際關係一色之多 150個 你怎麼搞好那150個的關係 你是用 率人者 從人者嗎 還是你說我講的都有道理 還是我能夠把事情做好 你們都有 武器 這就是我講的 先生先王之道 沒有定法 那麼裡面 還提到幾個觀念 孤雄任者 很有趣 孤雄任者 子弟大財 義者大官 這個財能很高的就做大官 小財的就做小官 嬰兒 思路安 什麼叫做嬰兒思路安 這個君王 大財的人 給他奉個大官 給他那個 路 路奉路 所以思路 安就是 現在很多人都用 古文字叫做焉 思路焉 我是反對言之 我說安 安是什麼 安就是 就是這個位置 安定的意思 死之主義生主義死 為什麼會叫做死之主義生主義死 不要忘了 在那個世代 中國最主要的 還是什麼 農業 你如果不回家跟田 你吃什麼 所以當你來朝廷替皇帝做事的時候 每天都在皇帝 那我吃什麼 皇帝就是要給他安家 講聽話就是安他家 所以安你家 我給你一塊地 你家的人可以做 按你的話 我每一年給你 給你十蛋 二十蛋 三十蛋 糧食 你都在那邊含肉 對不對 衣服我也給你 肉我給你 我給你派的人 給你駕車 按照現在 當 當 少將就有一個駕駛兵 有一輛車可以開對不對 這是失誤安 所以 可以讓他生 那以前是人死了 死了要賬 要有那個 很花錢 所以國家要領域他 所以 足以生 神主意思 意思就是 所以位子君 君 就是招什麼 有能力的人 這不是我們剛剛講的嗎 君臣之間 是用什麼 能力來化 所以 你找到適當的人來做適當的位置 做適當的事 叫做 以以使人多 你知道在禮記裡面 這怎麼寫嗎 以義 養我 以以使人多 以者君等 對不起 古書寫的是以者 義是什麼意思 上次我沒有解釋過 義上面是一個養 下面是個我 對不對 那個是源自於什麼 源自於牛木民族 一個人在外面流淡 他要死了 那個人 很好心 哎呦 那邊怎麼有一個人怕要死了 趕快把他扶到帳門裡面 哇生病了就照顧他 他怎麼辦呢 平常我們都吃 一些東西不夠吃 給他 敬個午 殺一隻小羹羊 最好的給他吃 犧牲自己的羊 叫做義 叫做義 正義的義 犧牲自己的利益 去成就別人叫做義 可是 我就寫了一篇文章就寫 如果你看到古人是這樣寫 那義不是表示你的能力不夠才要犧牲嗎 你為什麼不能義呢 你無好主 我無好主 我無好主 那一定會有人愛義心 我無好主 他是反過來的 董宗書的義變成什麼 你們要有義啊 我是王啊 我要死的時候 你們要請我啊 你們要挺我啊 你要犧牲你的利益啊 這一個錯誤的觀念嘛 所以本來叫做 以死人 以者 是均等 你要有這個能力 去調適所有國家 什麼樣的人做什麼問題 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 這個是均等 怎麼講 做成的人怎麼辦 歸我血氣之心 我不是你們家的血族 蓄我如其子弟 你對我這麼好 誤曰 苟記夫人之善也 勞記丈母之力 我敢待你 就是說 因為你 你是怎麼樣對天下大眾 為善 你要我來 你要我來做事 是為了什麼 要使天下的人 都得到好處 所以呢 我怎麼 敢勞動我的身體 你如果 到了危險的時候 我怎麼敢 不去 不去努力呢 我要不怕死的去努力 為了神 以忠使人 我忠者 是成為了 各位 忠又來了 忠 漢代以後 忠是這樣子寫 一個心一個忠 然後很多人就解釋 忠嘛 就是 君王為忠嘛 國家的忠嘛 可是你知道 祖簡當然那個忠怎麼寫的嗎 這個 對不起 拍照拍了 國家的忠 這個忠上面是一個 我們剛剛講的 一個慧有沒有 一個大房子的慧 下面才是一個忠 下面這是一個心臟 所以 下面這個才是這個忠 上面那個房子不見 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不是因為你是王 而是因為這個 不要忘了 這個代表什麼 除了公事之外 是祭天祭地的地方 忠於天地 所以忠者 你看看 漢代的儒家幹什麼好事 忠者神而已 忠於天地的道 你不知道嗎 怎麼樣 歷史是人寫的吧 然後誰是先生呢 誰走乎呢 知可為者知不可為者 知行者知不行者為者 以智率的人走乎 他們把它寫成這樣 我告訴你 在竹简上 所有的知 都是知 這難了 什麼叫做知可為 我們現在的結智宴 看不到這可以做 智子 跟上一步 你要能夠辨識 該不該做 要做要怎麼做 智我在這邊沒有寫出原來的智 智的施 是本來的原來的施 就是弓箭 以前50後的兵器時代 能夠殺最遠的都是弓箭 對不對 弓箭 不用人靠近 射過去射得準的 進來射死 口不是口 甲骨文這個口是什麼 是一個竿 但是竿是什麼 盾 那個竿是盾牌後面 手要插進去抓的那個盾牌的那個符號 所以一個是吃 進攻 另外一個是盾 下面是一個人 一個口 但是不是這個口 是一個表示生命體裡面的意痕 表示什麼 心裡面 要有足夠的判斷 心裡有料 你這個人要能夠怎麼樣 知道什麼時候該進攻 什麼時候該防守 叫做智 所以你做人家先生的人在過去 掌管一個家族 這麼多人 靠你的命 命令 什麼時候該做 什麼時候不該做 該怎麼動 所以他的一個前提是什麼 你要有足夠的支持 這個叫做 忽啊 忽德就是要養嗣 是啊 那什麼是戶呢 能以之旗 終生活改一 故夫始有主 終生不變 貴之戶 以信從人多 所以信也者 戶得也 在過去的社會 當然女性家族去到一個家裡去 就變成人家的戶人 可是 嫁進來就好了嗎 你如果看那個時候 他寫什麼 能以之旗 各位知道旗是什麼意思嗎 後來的儒學者 從來不去管這個旗 旗在喪禮裡面是有 旗裡面有一個叫做智旗 叫做什麼 你要不群死了 然後我去祭祀他 我要怎麼樣 十日是旗 前面七天 要 要全部 齋戒 前面七天要關在房子 連音樂也不能聽 連那個每天想的就是 哎呦 我的父親 要思念他 然後 前面叫做散旗 後面三天叫自己 他說如果你真的做得到這樣 那後面的三天 你就會看到你的父親 他的靈就來了 所以你的狀態 從你的身體狀態 提升到 你父親的 靈魂的能量狀態 叫做智 所以做人 後愛人的話 經常體量先生 要去想 他在想什麼 我要做什麼 去配合 所以叫做 能以之旗 如果這樣子的話 後面這句話才是重的 顧乎死有主 顧得死了哪有主 怎麼主 安而歇耶 惡人的主 今晚要來 來老耶 再找一個人 假啦 找我的幸福去了 不是這樣想 這個主也不是這樣子寫了 那個主跟剛剛我講的一樣 上面是一個房子 下面是一個像箭頭一樣 表示什麼 先生死了 你這個做太太的人 就能夠進到那個公寺裡面去 發號施令 替這個家 替這個先生死後的這個家 主持大祭 這個叫做 所以 信爺者 你如果看到竹箭 你如果看到竹箭 你才發現說 哦 啊 原來我們念的五輪 靈力大大 人家講的都是從心 從內心 然後從精神 我們現在講的都是 表面 是不是 那被改了一塌糊塗 這樣子做 還有什麼三綱 三綱不準的 最後我剛剛講 三綱 只是一個政治群 如果說 我個人的看法 董仲書 真的懂得權益 那董仲書以下所有的如者 都是笨合 因為董仲書很成功嘛 他讓漢武帝 不但漢朝變成中國歷代上最大的強的 留下了中國非常多的點贓事物在裡面 所以董仲書算不算成功 那後代的如學怎麼不知道全變呢 所以念史書嘛 我們剛剛不是講嗎 漢代以後 開科群士 都是 都是念書進來 哪一個人是在 生活當中磨裂出來 所以孔子本來要背劍了 後來劍 對不起 劍都背獎了 孔子不是說 你會駕車嗎 慾 打仗的時候要不要回駕車 騎馬 時候 騎兵 戰車就是最有力的戰 工具啊 武力啊 非常有趣的你就可以看到 所以 聖 現在講到父子關係 我們剛剛講到父子關係 我覺得很遺憾 都是到了年紀大了才知道的那個意思 我相信很多人都應該會 聽完了以後你就會知道說 你有沒有做父親是不是做的意思啊 跟古時候的人 跟古時候的人想的不太一樣 既生序之 生了一個兒子 生序 序 好像養 養牛養貓養狗養狗一樣 生序之類 或 從而 教給 是位子 是位子 很多現在的學者就 或從而 養他嘛 然後就教給他 我告訴你 這個解釋是不是 為什麼 或這個字 指的是專業 我們可以看 等一下再看 因為我把板子太後面 我稍微講一下 或為什麼指的是專業 或這個字 在 漢朝 之前 也就是 戰國的時候 或這個字 不是當作或 這個字有 三個意思 一個是慾 領慾的慾 第二個是國的意思 第三個 才是禍 可以這樣 那麼這個解釋 非常簡單 我等一下 再做這個解釋 你們先 暫時說 把它當領慾來看 為什麼 因為過去 在漢之前 父親做什麼 兒子就做什麼 對不對 父親的職務是什麼 兒子就做什麼 所以是 家裡面的事業是 世世代代長存 所以當父親把兒子養大的 過程當中 當他在他的領域裡面 要去 帶領他的兒子來做的時候 就要教育 這個教育 這個教育 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 當然不是只有教育 專業的支持 為什麼 慎學 我們等一下 看到過去的社會形態 我們等一下會講到 你就會發現 這個貨制 是 非常豐雜的一種事 不過不管怎麼樣 如果我們只從專業領域來說 所以小孩子從小就跟著爸爸 我爸爸每天在那邊做木工 我天天在旁邊看 然後呢 爸爸就弄了一個小的包子給我 我也在那邊抱 從小就做專業 所以專業滑達 我們如果看到 考古挖出來 在 中古代 挖出來 幾個意思 非常明顯 因為我們講 最 路表上大家會看得到 長城是全世界最大的 你如果去過長城 你看看 三天上怎麼蓋出一個長城 就現在的人去蓋出一個困難 然後你到那個四川 你看那個灌溉 那個灌溉溝去 那個世界上非常有名的灌溝溝去 到現在都還在有 對不對 你看那個運河 中國的運河從 從什麼 從國就開始了 春秋時代就挖運河 你看現在挖的運河 有多少錢多少能力 還有多少的專業知識在裡面 好啦 這個是地表看得到的 地表看不到的呢 水國的 邊中一挖出來 全世界昏倒 為什麼 邊中每個中這兩個印 過去我們都以為我們是 音樂是工商教育 居治理 結果發現 邊中挖出來一個 對不起 我們是七個印 只不過是越不見了 後面的人不知道什麼意思 邊中挖出來可以演奏現在所有的過去 然後 然後 非常有趣的是 邊中挖起來了以後 他的孕育是五個印 各位知道嗎 西方的鋼琴 前陣叫大劍琴 只能夠演這四個陰 什麼時候做出來 西元一琴琴 邊中是什麼時候的事 西元一琴 西元一琴 正經一琴 這不是比西方糟了 糟了兩千多年 這就是專業啊 那個時候就叫做數業的專業 如果 如果你聽我講這個 你在回想到清末那些 那些做官的都是考試出來的 什麼都不會 你就知道為什麼中國會 會崩潰 沒有辦法應付十遍 其實這個問題不是只有現在 不是只有那個時候到現在的事 我實在是很不忍心去講究的一些老師 我實在是很不忍心去講究的 我並不是貶一堂 而是這個事一個事 社會錯誤的事 我可以舉個意思 中國社會是非常的貧困 而且非常的弱 我去念 碩士班的時候 到念博士班 我的老師們 我的老師們從美國 在那個時候 拿到博士學位就回來了 每一個人一回來就是副教授 然後呢 我的生活的過力也不太一樣 所以 我是不太相信人在講 好不好我的老師在講 我們在上一門課 有一個老師在說 這個東西應該要這樣做 講了半天 然後全班都去做實驗 沒有一個做得出來 我跟我另外一組同學在那邊想半天 一個禮拜沒睡覺 最後被我們弄出來 弄出來以後發現一件事 老師講的是錯誤 老師講的是錯誤 他說不應該這樣做要這樣做 正好是想法 不應該這樣做 這就是問題了嘛 他們到美國去 拿到學位就回來 他們沒有經過社會的理念 一回來就是 副教授就不靠在手 所以我還碰過 我後來還碰過 有個教授 他的助理 被他罵到 錯誤 然後那個教授呢 他就說,我做不下去,想想要來回家,我來去洗腦 我說為什麼那麼悲觀? 他說,被老師罵到根本就沒有至尊,老師就說我們是主八戒 教你做一個東西,還親自教你,整個方法都教你了 你事業也做不出來,你在做什麼?你在偷懶,去死好了 然後呢,學生就跑來找我 那張老師,這怎麼辦呢? 你想想說,我甚至該做一個改行,心裡都在想 這個老師,看了問題,他沒做得怎麼樣 我說,你可以不可以偷偷的把你的實驗機拿來給你看 然後,我看了就快要分檔,看兩頁文就快要分檔 那這是你實驗步驟是這樣做的嗎?他都死了 我說,那你自己想的嗎?不是 那誰叫你?我的老師教我的 回去,好,不會動 所以,我們現在的教育制度反映了幾個 在檯面上做事的主管 負責事務決策的非常多的人 本身都沒有幾個 但是卻是一臉 欸,學生呢?我是大媽呢?不聽話把你敗了 考試數量太肥了 只會念書,不會做事 而我們現在的整個社會就是非專業 專業領域 OK,講太多了 所以指父親啊 你要在專業領域教給你的兒子 怎麼教呢? 他說聖也者不得也要教 聖者,你們看這個聖什麼 我們今天在講,題目就到這裡 我一開始我就跟各位講 聖學 我們講的是聖學,對不對? 什麼是聖? 今天第一次跟你解釋是聖 聖,這個聖是古到今 沒有多大的變化 一邊是耳朵 一個這個口,是過去的口 下面是一個面 耳朵是什麼? 認,聽,或認 認就是擔當的意思 所以父親做什麼? 父親對我兒子 不是只有你來做這個 叫你怎麼做就好了 是嗎?是嗎? 不要走你 他這個兒子做這樣子 那你是怎麼想的? 要搞清楚他的問題 他的問題不是什麼問題 為什麼? 每一個人的聰明是會 你不能針對這一個學者 這個受學者 他的問題去解決他的問題 他怎麼會學會呢? 所以做父親的第一件事情要聽啊 聖沒有多了不起 請聽 所以你如果看到現在的心理學 在社會講的 怎麼樣子糾正別人的問題 那些做志工的 要去幫人家解決心理有問題的 第一個,學的是什麼? 你們看看 你們看看 你們看看所有的那個心理病學 病態心理學專家 第一個是什麼? 來,你到的 你坐的,你跟他錄音 你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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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乎不會察覺 就讓你講 要解決事情的第一 要解決事情的第一 第一要務就是學會聽 人是聽 我告訴各位 因為你學會氣人 要學會聽 喪嚴的聲音 另外一個喪 那就是禁言 是天人合一的禁言 但是在人世間 只要先聽別人的嘴巴吐出來的聲音 所以 顧得也 甚也者 顧得 可是 又回到剛剛講的 山崗 顧子崗 叫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 強制 那麼做兒子的人幹嘛 叫你 會準常才以示上 位置 又看到了 你 做兒子的人 欸 很奇怪喔 君王要移喔 兒子也要移喔 君王跟兒子一樣吧 會準常才以示上位置 上奉下之以 以奉設計 設計 設計就是家裡的聖 那麼在古時候 這些貴族才會有設計 在家裡我們一般的平民就是家裡的宗廟 會是孝 兒子這樣做叫做孝 他做的事情叫做跟君王一樣 怎麼回事 問題在這邊 會準常才以示上 常才的意思是什麼 常才就是發揮他自己本性上所有的能力 所以做兒子的人你要怎麼樣呢 你做父親的人去生養教 要讓他能夠發揮常才 那麼這個常才 他在發揮他的培養的過程 要慢慢的續回 我怎麼樣可以協助父親 或我將來要做的事情所需要的能力 要學會這件事情 所以叫做贏 為什麼 你要適合做什麼 所以叫做贏嗎 上貢下之意 這個貢字其實不是貢 那個字沒有的解釋 那個字現在也不在 他的寫法是什麼 這個貢原來的貢字寫法是兩個有 對不對 你們還記得我講的那個有 就是表示人意識的那個有兩隻手 兩個三隻手 上面是一個心 上面不是貢上面是心 所以你們就會發現是兩隻手有一個心 上面指的是誰 就是父親 請嘛 用全心全意的來 下子 來教導他知道什麼叫做贏 這個才叫做教育 我們現在小孩子上到六年級 就好了 回來做功課 那時間大家睡 誰在教育 誰在跟子女掏心共鳴 誰在跟子女掏心共鳴 我們的教育家很教育 漢代也會有 故忍則為人也 忍則 什麼意思叫忍則 把人當作一個標準來教 人 忍則為人就是把兒子交成一個人 長大成人 對不起 他講的不是身體長大成人 是這個兒子長大他的行為是一個人不是野獸 位子長大成人 這個人 對不起 這個人也不是這個人 對不起 我太急了 所以我今天忘記把這些字拿出來 這個人不是人 是什麼人呢 古事後的寫法就是一個人的形象 旁邊畫一圈 有一個符號是這樣 好像那個聖酒上面那一圈 那一圈是框的那個人 下面是一顆心 意思是什麼 全心的去思考人所需要的一切 教導人 所以你教一個兒子 要讓這個兒子知道 他進入社會 他在家庭 他的朋友關係 要怎麼替別人思考 這個叫做人 這個才是人 所以忍則為死而言 我們在教什麼 我們整個社會在教什麼 從小兒子就是 活蹦活活 一二三四 我們在教小孩子 我們在教小孩子 我們不是在教人 我們在教機器 我們在教一些事實人 所以聖指的是會通 共指的是會通 所以我剛剛做一個總結 人則就是會 會通 使子女能夠成為 成人 他能夠正確的一個人 這才是我們原來的五輪 嘛 要加快 不過今天的重點要加快 所以 人 這個人 不要忘了我們剛剛在講 是能夠設身處地 幫別人設想的人 不是人人平等的人 這個人叫做 人二 叫做人跟人是一樣的 人內也 一外 禮樂 禮樂 是共同 魅力 富 子 過去 周代是一個 男性社會的東西 外女 君臣富 所以 後面這個是指的 這段話指的就是 祭祀 父親跟王跟君王的祭祀 也是一樣的 OK 那麼太太跟坤弟跟兄弟的祭祀 也是一樣的 那麼宗族跟朋友的祭祀 也是一樣的 就是因為有分內外 又分親屬遠近 有沒有 又回到我們剛剛講的那 人際關係的150人 你不可能所有的人都納到這150人 所以他就是有分親屬遠近 所以這個近代傳統 詬病的就是所謂種族主義 這些近代宣傳都可都壞掉了 這就是人的本性 所以你們在看下面一句話 你就知道了 什麼叫做為政黨做事 那些人都投給他一條 為不決軍 不為軍決武 為昆利決群 不為西決昆利 為宗族其盟領 不為武軍 這就是我們原來人際關係的內容 通通不見 軍算 軍算 不是黨被拼 我們被看不到 可是我們教育出來的 共產黨教育出來的 殺物殺 舉報物 舉報老子 都是希望 人有六德 我剛剛講的那六德 所以三一行不斷 門內也是智 恩也一 門外也是一 門外也是一載 男女是別生 為什麼叫別生 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戶 女生有女生的戶 所有的戶 單有別生有 父子 心生 這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 不過我們還會再提 父子的關係是什麼 心生 我的子女 是我生命的遠距 所以這叫折 折 折的概念從哪裡來 各位如果會種農事的話 我們有很多的農業 叫做折之法 對不對 你要折一段去插枝 它就會長出心 所以就好像把我 分成另外一個地方 所以折子 心生 不是親啊 以前用的字是心啊 因為就是我心生的 君臣疑生 所以折聖 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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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 成就 你們現在再來看這幾句話 聽我剛剛講的內容 是不是就大個相當 所以折六子的個性棋子 就不會有這些事情 所以折六子的個性棋子 就不會有這些事情 中國是全世界最早的個人主義 我們現在的社會在講個人主義 什麼叫個人主義 我們的個人主義 不是個人主義 還是人本思維 是個體中心 而且比西方的個人主義 更深 所以全世界的個人主義 彼主是誰 中國啦 先王 先勝是道 現在西方的個人主義講的是什麼 我家我的一杯我老大 什麼那些我不要聽話的 我要創什麼 周代所表現的人本思維跟尊主公義 是 鮮明千年生活經驗累積的資格 我一開始就說 鮮明的智慧不是想出來的 是生活出來的 是地形公身實踐出來的 有什麼真理 梁啟昭 第一個去還寫 可是他失敗 人格先從直接交涉者體驗 那麼呢 同情心先從最近整化的位置 為什麼 因為梁啟昭念了西方當時的心理學 他用新的心理學來解釋 他自己最後逃到印度去 為什麼說我們的智慧是生活出來的 你們看現在 客家土楼 客家土楼在大陸 現在變成光光強調 客家土楼 你們看看 客家土楼 這個門只有這麼高 門就這麼高 洞都在上面 為什麼 怕人打 上面是劍口 又射劍 後來是可以打晃槍的 然後裡面是這樣 整個都出在裡面 這個是清淡 在更早的時候是這樣 你們看到也是一樣 旁邊都沒有 都叫四角土楼 這個叫圓土楼 所以通常這樣是一個宗族性質 最小的有12到18間這樣 就是等於是12個到18個家庭 最大的可以到60到70 這個生活房子不是只有客家 在米南你也可以看到 你看到外面是一圈 外面是一圈圍起來 裡面就一進兩進三進 然後像這個你看 也是這樣的圍牆 住在裡面 黃域 保護 那說明什麼 兩千年來中國都是農業社會 中國人常常講天高皇帝 你管得到我 你只要錢 我錢給你就好 那事實上皇帝人 如果除了大規模的叛亂之外 土匪來了又靠自己 所以房子才蓋成這個樣子 土匪來了又要靠自己 所以每一個 在跟皇帝沒有直接關係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是宗族為中心 這不就是一種生活體驗嗎 皇帝有沒有重要嗎 我跟我周邊宗族的人才重要啊 然後你看這個虎門 現在已經蓋成這樣的現代化 他們特地把它保留下來 你看 這個是比較大的一個中國社會 這一個生活方式 不是漢代 宋代 清代才這樣 考古學家去考古中國的 新舊石器時代 這是一個例子 我舉一個例子給你看 家庭家族氏族的綜藝或綜藝社會 將在遺址大概是什麼時候 公元前4600到4400 也就是以現在6600到6400 那麼這個遺址一個聚落 這個聚落呢 是在一個非常偏僻的非常乾燥的地方 所以它還隱存 然後考古學家又發了二三十年 每5公分10公分這樣刮一層 把東西挑出來 整理分類 再刮一層 再挑一層 這樣一層一層刮 所以得到了一個聚落 不同年代的 從總資料 結果這個資料呢 將在這個刮出來以後 他說呢 基本上答案大概有 黃河中油新時期時代 就是離現在6600到6400年 這樣遭文化為主 這一個地方是很明顯的 周邊是挖毫鉤 毫鉤的寬度是2公尺 底部上面是2公尺 底部是1公尺 深是1.5公尺 你想想看 一個1.5公尺左右的面積要挖這個 是不是大家要一起協力挖 男生們都要來挖 或是女生也要來挖 你再想想看 那個時候 新時期時代的工區又那麼差 它是非常華麗起來 所以這樣子圍起來 跟剛剛你看到的圍牆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在戰國的時候說 城 窩 鉤 池 以為 這不就是鉤池嗎 六千六百幾千 在中國土地上到處都是這個東西 然後這個聚落裡面 可以看到有房子 有嗎 現在當然是沒有 可是可以猜啊為什麼 因為非常有趣的是 這些小房子 你如果去刮 你公尺 吃公尺刮 你會發現有地方刮不動 為什麼刮不動 那個土是燒過的 燒硬 那個土的周邊有很多的洞 所以他們就拆房子是這樣的 一個穴 叫做半地穴 然後中間有一個柱子可以撐起來 旁邊有很多小柱子可以這樣架起來 然後架起來 人是半穴的穴 所以從這個規模來看這些小人 每一個小的穴群 大概可以住三到五個人 所以是一個小家 這整個區域可以分成五塊 每個五塊裡面有五個大的 所以你如果想想 古時候的社會 我們剛剛不能講到 像我的父親就生四個小孩 然後呢 有錢人家生十個那是正常 那古代的人又死 兒子一死知道要再生 十二歲十五歲就結婚了 三十歲一世就死了 所以人從十五歲就開始養小孩 每一年都開始生 所以你如果一個家庭 一對夫妻 在十年之內生出五個小孩 那五個很快就結婚了對不對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十五歲生 他到了 父親要過世的時候 他已經要 小孩子已經有結婚了 那你如果是十歲 十二歲就結婚生的話 二十歲就做阿嬤 做阿嬤阿嬤 所以他們的規劃 他們就認為 這是父親的 五個家庭 這個椅子大概用了九十年到一百 所以可能就是一個家庭 然後五個兒子 五個兒子再生孫子 然後再生 然後這裡面除了人住的之外 還有很多地窖 地窖裡面呢可以看到 儲存的食物 非常有趣的這個外面是魂墓 裡面也有魂墓 但是裡面的魂墓 台上面 腰死了一個 小孩子以前的 嬰兒存活率比較差 所以小孩子死了以後 就用一個桃瓜 放著 然後就放在那個家的旁邊 挖一個洞房地 大人死了就拿到外頭去 外面有三塊墓地 所以 挖出來 墳墓裡面挖出來的人 可以得到一個結論 這樣一個社會叫做共有社會 為什麼 在6600年前沒有關鍋 就挖一個坑人就放進去 然後這個人最喜歡用的管鍋 就放進去 放在一起 我們看一下 所以沒有人有例外 每個人都這麼窮 或是說 反過來講 每個人都一樣富有 所以這樣一個社會 表示一個什麼 共有的社會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一個家族社會 然後外面就沒牆 這樣一個家族社會 在中國 並不 那個是什麼 是6600年前 你如果看另外一塊地方在甘肅 它大概相當於皇帝時期 就是5000年前到8000年前 因為它一層一層的 那個地方以前的人 一直住住住住住住 那到了最靠近現在的年代 大概是5000年前 所以大概就是皇帝之類 這個地方呢 這個遺址 他們就說 有3000年的不怕流行 最深的 比如這樣挖 挖上來 這個地方 讓我們看到另外一個人 這個地方挖出來的東西 那些東西呢 可能是時間比較短 你們稍微看一下 這裡面有個非常多的東西 非常重要 我現在要講的是這一個 最早的供電實踐 最早的供電實踐 因為它這裡面有所謂的 濃縮物彩陶 零刺 包括圖畫 還有呢 水泥地面 因為那個供電的地表 居然鋪的水 至少是淚淨初期的水 所以我剛剛都在講 中國過去的輕易化 絕對不是水泥 不是被動 那這個地方是另外一個 中族系統 這個中族系統的面積比較大 所以周邊呢 它是有很多塊 一個一個的就像剛剛講的 降在 可是這一些小的一居之處 有一個共通的共用的 就是所謂的這個大房子 這個大房子呢 挖出來大概是 是一個 你們可以看到原來的圖是這樣 這個圖是說 這邊是被肢解掉的 這個是護原的 假形的圖 這個房子呢 裡面有火塘 然後有柱子 然後這前面後面都有壁柱 就是一個房子蓋起來的時候 木頭穿起來 然後把牆壁貼起來 這個房子呢 前堂有八根壁柱 這前面有八根 然後呢 有火塘 然後 有頂柱 頂柱這個 直徑就有多少 九十公分 你看那個時候的木頭多大 所以他們說 相較於一個一個的區域部落裡面 這個房子顯然就是一個共用界 是所有那些部落的共用 所以叫做原始殿堂 而這個原始殿堂做得這麼豪華 地表之下還有畫 地面還有圖畫 他說這個 901這個 總併是四百二十平方公尺 四百二十平方公尺 就是四十公尺 你可以想四十公尺 才十公尺寬 非常大的一棟建築物 然後呢 主次分裂 這個供電式建築物 顯示什麼 全力運作的可能性 所以他就從一個本來小的 大家都均衡 一樣的地位 到有一個聯合的中心存在 所以這個從六千六百年前 進化到五千年前 就經過了一千六百年 所以那個房子 他們就給他拆 那就是房子 OK 接著就是 想 二里頭 二里頭呢 是 比剛剛講的那種 構築建築 更進一步 這個更進一步呢 我可能要講快一點 他說這個是一個 最早城市的主幹道 然後有最早的工程 也就是說 剛剛那個大房子 只是在一群 一區當中 一棟房子 對不對 二里頭進入了 他那個大房子 外面又足了一個 盤梨把它圍起來 像這樣 開會的外面就足起來 所以從經典來看 這個就是第一個工程 這是工程 現在呢 外面圍起來了 然後外面 就是非常複雜的 有街道房 有各種 然後馬路還有排水管 所以開始有一個城市的布局 可是這個城市 還沒有中國講的那個圍牆 只有工程的旁邊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湯 文字可以看到 所以他就說 他們考古學家就說 他說 左鑽在 襲下之方有得 遠方圖物 共經久 月絕處說 與穴之時 以成為穴 說到這裡 我們剛剛來講 公事是有了 那是有錢的 你要花多少錢 剛剛我們講 光是柱子 直經就九十億 一般人怎麼沒有可能 一般人沒有人力 所以絕大多數的人 不可能去蓋這種房子 所以你可以想 兩三千年前 半穴區的生活狀態 在有大多數的 還是繼續存在 所以叫做有穴 所以你們如果看 原來我們中國寫過的 粗這個字 是怎麼樣 下面就是一個畫一個半眼睛 然後上面就是一個粗 出字 下面就是半穴區 所以就是從穴區走出來做穴區 這就讓我們看到 中國傳統 我們就發現 原來我們都被洗腦 洗腦了很久很久 我們說三代是散漫政治 可是上海國務館 收到了一批竹劍 年代大概跟 跟那個 鍋墊姐差不多久 裡面有一篇文章叫 容崇祠 他說什麼 他列了一堆二十一個人 黃帝 說 皆不受其子而受刑 欸 我們都知道 下雨是中國第一個 世襲完畢 對不對 他列了二十一個 結不受子而受刑 所以你們現在的學者 他說三代以上 皆受刑的受刑 天下又安 三代以下 其公益 彈八卦 倫無其善 善禮 當然知道 非常難 你如果把這剛剛的 考古的結果分成一半 你就知道 中國原來 經過三千年的歷代過程 都是什麼 就是家族為主 你周邊的人有多少 我剛剛告訴你 剛剛像江寮 他沒有算過 一個區域裡面有五個區 每一個小區大概250個 我的答案是很簡單 外國人的人際關係只有150 中國是250 靠什麼 人 靠的是人 靠的是人 所以 古代的韓國衛單位 推舉共主協調方方數 所以 瞭點說 協而往方 這就是你可以看到 中國的傳統 中國不隨便正法 跟現在的西方 動不動就 我的利益 英國人 打中國就是 中傷勢 你不中傷勢 你不中傷勢 你打 對不對 歐洲是 你信 你信 的是邪教 我打你 各位想想看 中國的傳統 為什麼會這麼好 因為很簡單 世主自己自主 然後靠山的持山 靠山的持山 靠山的持山 每個人生活都不一樣 你不尊重別人 對不對 每一個世主 生活方式都不同 所以有的人 有的世主 你看像中國大陸 都很明顯 你專門做什麼 淘氣磁器的整個鎮都做 淘氣磁器 以前做鐵器的整個鎮都做鐵器 所以不同世主做不同的事 那你的方法怎麼可以用到我的身上 我們唯有父母 哪裡有互相共和 對不對 所以最主要的是邪服 所以同樣的我們台灣的民主政治講的 應該是什麼 每一個人都是獨立的 應該是邪惡 可是你看我們的網路一打開 你公我公你公 不完全違背中國傳統的運動 這是受到西方人號的威脅 那麼順點 來了 就能夠充分的告訴我們 君臣為什麼不存在 他說 順點是 宣德聲文 乃命威 這個謠 就叫他準備接地位 但是在接地位之前 要一段歷練 聖輝五點 五點課程 那能百回百回持續 不要全部講 那麼誰來解釋 什麼叫做聖輝五點呢 文公十八年 左傳流序話 他說 順舉八元 故食五教於四法 故意母持 胸流 弟公子 笑 有請 故教的者 君臣在哪裡 旁邊創 而我根本就懷疑 現在為什麼會叫故意 故意 因為漢代以後 所有的點都給人家竄感 應該叫做故意母持 所以五點就是五常之角 孔傳裡面寫的 所以到了孔子時代 到了孔子時代 孔傳裡面仍然講五點是故意母持 善難政治下面沒有君臣 誰來做君臣 沒有君臣啊 你有本事 大家請你 就好像我跟別人有一個糾紋 兩個家族有糾紋 然後請一個公正人來開解糾紋 皇帝的時候 可能就有人要羞悍 怎麼樣調節也不行 然後又要打別人 所以這個皇帝才開始 這個天下之王才開始 來來來來 就一些兵來打 這個太過分了 是不是 所以招募兵才養 兵才養 人才需要 那麼你當一個協調者 大家都做 那中間有些公共事務怎麼辦 才會有官吏出現 才會有君臣之義 但是在這種情形 如果以這種方式 一衍生出來的君臣之義 那不就是我剛剛講的 乙嗎 為什麼用乙字 因為選有能力的人來 然後有能力的人來說 哎呀你是為了大家都好 天下都好 所以我就來做囉 我很榮幸喔 對不對 所以君臣之義 把它變成三綱 非常可愛的童中書 所以從另外一個 我們就可以從字看到 他的意思 正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甲骨文 經文 這是甲骨文 這個字是什麼呢 這個字叫做父 父親的父 你們看看這個字 學法 比較正規的學法是 幼 就是一支 我們講的幼 你們講的幼 中間有一個 有一個這樣子 棒狀的東西 所以有的學者解釋說 那是家法 拿家法就是父親 可是實際上來寫 可是實際上來寫 我的解釋是不一樣的 不是家法 叫做用意 中文講 唯一經唯一意 父親 要能夠用意 因為用意才能聽 好用意幹什麼 父親用意幹什麼 這個就是 你們已經知道 我上次講過 這個是有效的策略跟行為 對不對 一個角 三字 這個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它不是口 它是這樣 這是代表一個人的生命 所以父親交兒子 有效的實踐他的生命 是正的主義 把人交成 人 這什麼都不是動物 是正的主義 因此正 後來寫成口 你們就可以看到 怎麼來了 義啊 你們現在已經可以看到了 我們剛剛那個圍起來 那些從考古上面 用水溝圍起來的 後來用城牆圍起來的 就是義嘛 義 我也嘛 說文解釋不就是解釋 我也嗎 這個八其實就是這樣子 就是一個人跪在那邊 我 台灣話就非常的有意思了 欸 你比如說在當孤 喔 你有居住的地方嗎 你有安居住嗎 我們孤不是隨便在路邊孤耶 台灣話講孤是你有沒有家庭嗎 或者你有沒有事業啊 就是這一個人 很多台灣人不知道自己的文化在哪裡 You can Google 所以這個義就是國 禍字 你們可以看到原來禍在加古名寫成這個樣子 這個現在一看大家就知道 是一個 禍的本意是什麼 保衛生命 所以政治兩件事權 一個是保衛生命 一個是什麼 教人成人 政治的真正的義盤的人 我們的政治現在是 我們的利益在裡 所有的利益 所有的這些官員 所有的財團都在搶利益 所以這個禍字 後來歌字旁邊就開始變成口 也就是這個 再繼續演化下去 就有成像出來 所以叫做什麼 幫也禍 幫也 以守 以地也 欲 禍也 所以我剛剛都跟你講 一開始我們講那個禍 那些學者都解釋錯了 那個禍的意思是什麼 禍 專業領域 第二個是什麼 以後你自己的這個家 這個義 這個禍 你要怎麼去處理 教兒子就是要讓他變得能夠替別人設想 叫做孝 而我們現在的教育 各位看這一段的時候 我算是連講不定 國內二十到二十歲的年齡者 六五一 可是這樣是大學位的六成 可以確定來人大學的六成 會不會有錢 到了三十歲 很多人還會見到四十 我們交出來的也聽不到 沒有接受挑戰的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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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可以去做事 我們這教育 沒有接受挑戰的禍 我們不是在教人 我們在教一群只懂得 把自己餵飽穿飽快樂的夜色 這就是我們現在的教育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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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跟自己的子女疏遠 子女就自己去 你以後也會 特別我們的五輪這樣 然後也過來 當我們的五輪是這樣 所以我們的心情會固定 練氣會有增加 所以要練氣 第一個 生活要上這 要讓自己的心思正確 所以不要急著 哎呀氣是什麼 沒氣 可以 可以讓人 這樣嗎 不錯 我告訴你 我做錯了 可是當你 氣場上去 我現在要講一個小故事 要到 你會講什麼 我不是說我沒等著 我是在你輩子的輩子 我舉入我的小故事 我的母親呢 做什麼 我是公民 各位 你們都非常了解 我 我不出國 我執力不出國 我認為我 我台灣有什麼人 你替台灣做事 最好 但是我留下來 那我已經中風了 中風了以後 去 全部的那 三顆之類 都是你 我一定是生意電氣 這個下去會 不知道有沒有 你要不要開刀 還有不開刀的嗎 還有不開刀的嗎 那我心裡就想 醫生你的經驗 這個開刀會怎麼樣 八成會變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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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嗎 開啊 做人子女還有什麼話 我不是跟各位講 一定要做 不要抑鬱 這仍然是需要慎重的判斷 所以我當時的情緒 很開啊 開了以後 那整個房間開到 我就 到第二天一大堂 大堂就到 那在馬健醫院 用一輛車 載到 載到那個 關路坡 進去 一個晚上 沒有睡覺 前兩天做實驗 做的都沒有神 我去我進去 我說 你帶我來這邊幹嘛 我以為他要帶我去哪裡 看什麼到廟裡面 我是學科學的人 那時候很天氣 小孩來這樣幹嘛 我姐姐就說 那你是男的啊 你要去媽媽求啊 求神就會好 後來一想 哎呀命運嘛 都已經來了 當時就是這樣去 一看 關心你了 好不好 我就開始去 關心你了 有機會再跟你們講面 因為時間很短 我就去完了 去完了就回去 我告訴你 我媽媽 沒有人相信她會對 六個月以後 我們哪個早上去 醫生還特地跑到家裡來看我 我沒有看過一個病人這樣會 OK好 她好了 但是她有很多問題 就是家庭的實施暫時不變 她就需要 她就需要把養老院去 她去養老院 我把她安排到養老院以後 可是公路員 她會有很大的問題 我錢不賺 我心裡就在想見 所以我錢不賺 她前面都求了 半世音菩薩 怎麼辦呢 我就說 半世音菩薩 她前面有個方法 解決了前面的後面的 三月前 三月前 四月 有一個不熟的學弟 又跑來招 我有一個位子欸 你要不要去 我是公務人員 我前面我嘗試研究工作 我沒有做成績 我沒有做商業活動 按照規範 那是一個教職 到一間專科學校的教學 我把所有的東西一打開 完全符合證明 可以 可以 兼四個小時相關的教學活動 四個鐘頭 你知道我求的是什麼嗎 我當時跟半世音菩薩集合非常簡單 我盡我最大的能力 我還缺一萬塊 半世音菩薩能夠不能夠幫我解決這個問題 你知道那四個鐘頭的經歷 在當時是多少錢 一萬兩千一萬塊 我還可以告訴各位非常有趣的影片 我求的事情 我求的事情就開始固定的上課 然後每個月那個錢就是 付我媽媽需要的部位 我媽媽十年以後 同一個部位 又出錢 醫生說 上次太難來的就是沒有辦法解決 就是這樣 醫生不會管 其他相關的我不講 我自己講 剛剛這也是 他走 是什麼時候呢 三月這樣 四月 他走了以後 四月 各位都知道學期 四月 細節用來考慮 三老師啊 我們學校 我們學校 人數院的位置 這個位置 已經沒有辦法再幫你了 所以我們各位講 歷屆大力 你如果相信內心 要專心地相信 你相信關心菩薩 也要專心地相信 你練氣 氣通 只要你的氣是正面 對你身體之類的 謝謝 謝謝 謝謝